《車公零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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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車公零簽》 身邊繼續有唐總順師傅 師傅今集為大家介紹 第76簽 這支簽是一支中簽 我們不經不覺都解了幾十支 而中簽在 《車公零簽》 《車公零簽》 觀眾也有個概念 中簽不用太緊張 中簽可以怎樣? 你努力點可以偏向上簽 你不努力 隨波逐流的時候 便會偏下 讓我們努力掌握 以及視察 你究竟哪裏不夠 不夠就補 這是中國人的文化 要中正、平衡 為之吉 這支中簽 究竟給了我們什麼看事 我們馬上看看它的簽文 第一句說 人情反覆 似波途 人心思變 五時八六時變 一時好一時壞 我們經常聽 世態而不良 人情冷暖 第一句已經這樣說 要你注意 那要注意什麼? 第二句 物慰金蘭結義高 我們說結義金蘭 即是好好感情 金蘭姊妹 即使不同性 都像性過親生姊妹的感情 這句她說 你別想結義金蘭這麼好感情 都要留意 最親近的人都會變 所以就要自己留心 第三句她更加強了 大家要留意的事 她說上股 自古以來 首盟 金頌利 意思是 結盟也有在利益上 錢也可以 權力也可以 或者總之有利益 在這裏維持著 大家的同步 或者互相合作 這種關係 如果沒有錢 這樣就難了 意思是 最後一句 狼空不見 舊同袍 如果沒有錢 你就不要找一些 以前的 或者一起做官 或者做一些 商場上 官場上的朋友 為什麼 狼空如洗 有一句 叫做 軟囊收劫 即是說 比較現實 這個籤 中得來 就叫你留意很多東西 我想問一下 譬如這支籤 因為它有一句 叫做金蘭結義 通常是說女性 金蘭結義 那會不會 譬如女性 抽到這支籤 是要特別留意的 Amy問得非常好 但結義金蘭 在以前來說 通常都說男性 是嗎 對 一定是金蘭姐妹 不知道為什麼近代 金蘭就是花 花就是女生 我們說鳳王 鳳是公 對 沒錯 其實差不多意思 男女現在就一律 但一樣可以是金蘭的情義 我們學這個車公靈簽 除了可以學到車公的啟示之外 還可以學到一些古代的典故 古文的風範 以前的人的情操 都要學習的 好馬上看看 我們已經抽到千文時的吉凶情況 是 我們一眼看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一個空 沒錯 可以留意一點 自己可以掌握到的 先看看正財運方面 正財運是中的 財運是經營 做生意 本來做生意是一個很現實的內容 賺錢 老實說很難清高 不過身材有道 正常 不要太尖銳 例如黑博 維里士圖 其實都沒有問題 其實是叫你留意一件事 就是第二句 如果是第二句 就是下軌 物慰金蠻揭二高 例如有開一些合作公司 即是一間公司要運作 要營運 是要有很多組合的 你Agala 說你 haciendo相比 親近那些 例如批發商も好 や其他社會 那就要小心一點 對你的公司是 對 confrontation 對鏡以及公司的合作者 越短切 要留意 她們的變化 要一分分鐘 他們牽連 motivo 那是這個剩下的重點 不能特意 captured 或是你呈現的情況 對hran 那你幫還是不幫呢? 當然幫你要看回自己的能力 有一個平衡就不要太太依賴一家 找多幾家 如果這間有時候會不會有後備呢? 要檢測一下這些狀態 就會容易掌握 到時候有什麼東西吃冬瓜豆腐的時候 立刻就可以有一個應變的程序 就會快就會不會影響很大 現代人也有很多人追蹤 整班朋友可能合資幾個 合資了一件生意 那會不會拿到這支籤也要特別小心? 也要留意的 因為可能對方自己 我們先排除了欺騙的東西 自己個人有自己的運勢 有高有低 自己接觸各方面的人物 環境等 突然有一個拍檔 家裡有事的時候 他可能要退休 要抽資 要自己鬆動一些 他未必一定有心 他真的要趕急的時候 你沒理由不讓人離開 這是其中一個 或者跟其他公司和其他公司的緊密 總之越緊密的 你就要留意多一分 提早關心 去知道 至少你多時間去應變 是這個問題 還有要預備錢 因為說明的是什麼? 狼空 狼空 他就說你不見夠同袍 但這個意思是很廣泛 你沒錢什麼都行不動 你想幫人也幫不到 你想自補也補不到 是這樣的意思 我考慮正財就是這樣 偏才就是空障 偏才就更加 偏才就沒有關係 你會看到借錢給別人 或者是合作的 因為你自己投資而已 那什麼影響大 要空呢 就是最後那句 年頭到年尾 最後那句狼空不見 狼空就是什麼? 袋子沒有錢 你投資比較差 下半年更差 上半年投資的取向 你要留意一些 例如一些公司的組合 如果是很強調拍檔 很強調這些 很難結義這些 你就要留心一點 就說 不是很信得過 什麼子務公司 對 就是注意處 自己想想 自己分析 那記住了 要小心一點 好 另一個事業方面 在職的朋友就是中的 在職的朋友為什麼會中的 因為你打工 我不管你在高級工 中級工 低級一點 普通的工 那你也有良出的 對不對? 有良出 你最多是辛苦一點 但是 中得來 他就接近什麼呢? 因為他有最後一句 不喜歡狼空 這兩個字 分分鐘 你那間公司的機構 要你共度時間 不加工 不只減薪 或者不減薪 就是 簡潔人手 要你一個做一份 做多一份 類似這些事情 可能會 你商量 對 這樣也會喜歡 對 至少會有一些 你的利益 可能會被剋扣了一點 這個要你自己想 是不是你肯 跟公司共度時間 要自己想 你覺得好 可以的 有感情的 有歸屬感的 那你就做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以離開 但是未去到 即是會沒有一份工 這樣嗎? 還未至於 純粹有一點 對 沒錯 如果轉工又好嗎? 轉工就是 你不肯跟公司共度時間 那你就離開 有時候很多人打工 目的不同 有些人為理想 有些人為錢 有些人為錢 有些人為大家 為同事相處愉快 各個都不同 看你的目的 你自己選擇 至於求職的朋友 求職就是 不會找到一份 很理想的工作 先做一份 沒有說找不到 而且很重視你 公司要靠你幫忙 不過就是 成長期 成長期 是嗎? 是共度時間 對 他不是去到共度時間 申請你就共度時間 嚇死你 你也不會做 開荒牛 有時候會做 開荒牛 也會的 但問題是 你自己看 可以選擇 我的想法 至於姻緣方面 無論是男和女 都是中的 這個反而 他比較說到 你要金蘭的 起碼有一個以上 不是自己獨自去處理問題 要去想 要商量 雖然是有狼空如洗 但感情的事情 不是以這樣為最重要 但也要看 即是說 兩人相處 就是開門七件事 是共同面對 不能逃避 或是 甚麼都談 不要只是精神性 又不要只是物質性 如果你能夠融和 其實 叫做什麼 我們叫做 貧賤夫妻 八事哀 這個不一定是沒有錢 才會八事哀 即使你賺到錢 其他不合 你也會哀 那些更慘 更慘 對 即使你加強一點 其實就無所謂 但如果未有拖拍的朋友 有沒有來 未有拖拍 他就不太建議你去找人介紹 當然是找熟悉的 找親戚 姨媽姑姐幫忙 或者是朋友幫忙 他又好像不太贊成 覺得因為 物慰 你別想靠得住 你不如自己來 就去付錢給別人花 對吧 現在現代 很多婚姻介紹所 那些要付錢 你給別人賺 就可以找到一些 比較容易接觸 更適合你調景的人 可以選擇 但沒有說一定可以拍 生嬰兒有否適合 生嬰兒可以努力 不過最後一句 狼胸不見 舊同袍 就有少少 低了成數 都是一半半 你看自己薄不薄 要年輕 就無所謂 要稍為年長一點 那些就不太薄得過 至於家宅方面 就是中 家宅當然是中 因為他也是吉凶參半 他又沒有特別兇 對吧 又說人情反覆 對吧 家庭 整個家族 成員互相 隨朗浮沉 有些好有些不好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不淡得上吉 也不淡得上空 所以就即中 沒有特別歡喜 又沒有特別那些 死人塌樓 那麼愁容滿臉的事 所以就沒問題 至於自身方面 同樣都是中 是的 自身出門 例如是官非 會不會犯總僧 被人害 那些又不是很嚴重 不過你要留意 例如出差一齊出 可能身邊的人要你照顧 你不要等人照顧 對吧 而且錢是花得多了 你就會愈鬆一點 不用到時臨時臨急 把卡都充滿一點 多一點 就是這樣 只要不是遇到那些 車禍、官非、災禍 其實都小意思 不是那種 因為那些應該要下籤 至於健康方面 同樣都是中的 你又沒有特別好的消息 去刺激你 又沒有突壞的消息 去刺激你 走得、吃得、睡得 都沒有大礙 正常 如果要問病 或者問手術 可以考慮做的 這些沒問題 如果抽到76籤的朋友 記住一位一支的中籤 有什麼時候 都可以自己去選擇 而且我覺得這支籤 比較偏向 可能會容易心境 不開心 多一點 要打醒12分 精神都算好 要留意身邊親近的 會不會有什麼事 有心無心也好 害到你不好 好 這個時候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解釋 第77籤 稍後再見 休息完回來第二節的時間 繼續和大家解釋 第77籤的車公零籤 同樣都是一支的中籤 是 我們去到77了 這個中籤和之前76日的中籤 有什麼不同呢 這支77籤也感激很多 第一句 他說 夏上六河 實柳蒲 其實這裡已經包括春天 不是一開始就是夏的 河花就是夏天的花 實柳蒲和柳蒲 就是春天陽柳 在清明節附近的時候 人們的蒲蒲燒 去燒 所以就是春和夏都說了 是說了一些春天夏天的自然生態 就是這樣 第二句就是秋來之葉先招呼 馬上要轉到秋天了 然後又要下葉 是嗎 那時候才剛才上完 就是這個 這個 六樓 紅紅 然後又招呼我這葉 第三句就是 這句已經含有冬天的意思 最後就是 春夏秋冬過完一年了 那你便直代春來也後蘇 那你突然春天又重複了 那這個簽詩就告訴他 嘿 四時更替 天道如此 那人 就是人要順天地 是嗎 那樣 所以四時就是順其聚 那你便當時的景色 你便是欣賞那個景色 那春天就 就是萬物生長 生機勃勃的 秋天便是縮殺的 是嗎 就不可以說 既然春天是生長的 我為什麼不可以 一年四季都春天 不可能 這個是 這個就是 車公義我們 你看開些是這樣的 那樣的一個意思 那就是 見到不好的 你又說 為什麼不好 見到好的 那你又說好 那麼快沒有 那這個就是 事人也很 就是很容易有的情勢 好的 我希望 就是永遠在那裡 是嗎 那這個就是 我們美好的願望 那你不如 做好些 第二年 又有機會給你的 那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它忠得來 那你自己掌握 你看不開 你經常都停留 一些好的 覺得快 這個是不好的 又不走 你經常的情勢 你會阻礙你 一切的事態進行 嗯 和八日紅 車公給大家的道理 好 先看看 吉空的情況 整體是怎樣 哦 那也只有一個空 全部都是 調節心境 就可以 拿到更多的籤 這個 其實調節了心境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改變 沒錯 其實景物是不會改變的 但我們心情變了 就是另一件事 好了 正財方面 就是鐘 剛才看過了 是的 既然是 說到這樣的時候 即是說你是營運的話 自然就是 你做開的做 是吧 既然萬物有事的時候 你做生意當然有高低 你賺完一輪錢 可能沒有那麼快 又再向上 可能回一回 休息一休息 或者甚至有些事發生 令你差一點的 破一些彩 那你就會覺得 這是自然規律 然後又再回頭 好像一個浪 一個浪 又起又落 然後又回頭 又向前再走 又起又落 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這種 心態 可以 調節到 是這樣想的時候 那你就會 成風破浪 慢慢走 那就比較實際 就不會突然之間 他又沒有說到 是浪頭 你要掌握 發展 他又沒有說 又沒有說到你是美 他也沒有說東 也是秋 那就是 含意 大家自己慢慢去 嘴咀 欣賞 這個籤文的意思 是很有 這支籤文是很有意思的 我覺得 其實人生 怎會沒有風浪 或者沒有涼耳 如果什麼都沒有 一遲死水 沒錯 但問題是你要接受 喜樂 你沒有理想 我只要起 我不要下 這不符合大智慧規律 我們有地球會轉 有時有些陽光照到 有時有些地方陽光照不到 這就是我們需要參透的事情 做生意一樣 任何事情都一樣 不過不能說我賺錢 我永遠賺 這個可能 最厲害的人都未必可以 對 順勢 應該做的就是做 如果是這樣 我便坐著等 或者撞 又不行 所以便要 踩行的車 你最多就 不要再加油了 要是自己流動 踩到不上 他自己會走一段 這樣會好些 所以是中 是這個意思 不可以殺祭 殺祭 就下跌 是這個意思 比較簡單 至於偏才方面 就是空障 偏才 在我的角度 經常都認為 既然你求得偏賽 你就要多仔舉大選 那你又不肯平衡 平衡 平衡 為什麼賭博 這個就是 不如不要賭 你太平穩 就覺得不好玩 如果你能夠 我用玩的心情 不玩我手癢 玩小一點 或者勝負一言敗易起 那你便會過渡到 你執著的話 誰都不相信 輸完又賭 輸完又賭 最後都是 雖然沒有狼空兩個字 但是你要過到冬 才可以 來春來也後蘇 等不到的話 就沒有了 可能是車工想跟你說 其實有時候贏 有時候輸了 最後都是打個禍 榴槤是失財之象 文天才 來春 就是來春的時 你再問過 這個比較現實 至於事業方面 在職的朋友 就是宗 老實說 這個宗 在職就比之前那次好 起碼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事情 要你去關顧 特別留意 當然 你作為一個受僱的員工 也不可以太不投入 總之你人情 有來有去 人事變動 甚至你老闆又轉 你會看到這些事情 即是變化 你要適應 你不要說 老實剛剛離開 你新的 我又不高興 那不關你的事 照計是嗎 你有你自己的工作 在溝通上 如果你是新的 你就可以自己 放鬆一點 那別人會接受你 你以為別人會接受你 你要先接受別人 你起了槓 那別人會怎樣幫你溝通 這是打工 這支簽的一支含意 其實求到這支簽的感覺 會不會是 其實告訴你 車公就是 你周圍的環境 會不斷地變 是呀 不過其實就不要影響到你 可能影響到你心境 是呀 你自己看得寬一點 放寬一點 放寬心地 就可以開闊天空 是 你要握住 那你的感覺 你能表現出來 別人的感覺到 鬆和緊 對不對 所以就是 你先放寬自己 這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那轉工會不會適合呢 如果你看不開 你就會覺得 別人不接受你 你就有去意 但其實是不用的 你想轉的時候 你問問你自己 是否因為你自己放得低 如果是的話 可以放寬一點 可能你又不會轉的 但如果你放不到 你也轉 但轉了之後 不等於你的心會開了 新公司又有新公司 對 如果你無法適合 不等於你能夠適合新公司 這真是很大的問題 你可以選擇 不過你以為 這裡不行了 接受不了我的 我去底間 可能接受 可能 但結果一樣 因為支簽是成年 你先想清楚 至於求職方面 同樣都是中的 求職方面 所以你就平常心 提出你自己各方面的要求 有就做 沒有 如果相差太遠 你可以選擇不做 或者你打算 我都學習一下 少一點人都不要緊 心懷會比較豁達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得開心 不等於你找到一份 很如意的工具 但一定找到工作 至於因緣方面 無論是男和女 同樣都是中的 對 你要體會 你長期一起生活 不管你是有結婚 還是只是一個同居關係 既然是伴侶的時候 你要想想 漫長的歲月 不可能每次都這麼熱烈戀愛中 特別是人生伴侶 要適應 對 要適應 原來是這樣的 有時候好一點 有時候會差一點 有時候會吵架 你就自己編排 自己編排 有緊張的時候 有寬鬆的時候 白忙都要抽點時間 解架溝通 什麼都不做 去散步也好 諸如此類 你便會適應到 原來是這樣的 生活就是這樣的 那就沒什麼事 有沒有任何說到 你要分手 有沒有任何說到 你去到一個絕境 還要問你 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景況 你也要欣賞 我覺得也不錯 你自己真不真識掌握 有時候感情也有一定的喜喜樂樂 這些已經是 感情已經比較順遂平安 這些已經是 不是一支不好的因緣簽 沒錯 不是一支不好的因緣簽 不過很難言很刺 如果想找一個伴侶 這支簽又如何 這是一個啟示 不要太高無怨 特別是女生 喜歡 當然是教過如意良君 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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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各方面都能照顧到 身心 這個寄望是對的 不過你不要以後太高 太高就不行 因為它是一支比較平實的簽 對 如果鞋子和小鞋子差不多 那麼高那麼大 互相照顧 這樣就會更公平 實際一點 更容易找到 那一些這麼順其自然的簽 如果想生嬰兒 又會不會可以 也是順其自然 如果我經常覺得 年輕 沒有什麼障礙 順其自然的機會率是高的 但如果你已經是年紀大了 身體有很多問題 那你不能順其自然 就要尋求 條理 以及尋求一些 醫學上的方法去做 都是可以去研究的 但未必一定可以 至於家宅方面 就是中簽的 那家宅中 平和相處 又沒有什麼特別融洽 又沒有什麼特別喜慶事件 又沒有什麼其他不好的事情 即和和粗粗 情順一連 對 平順的時候就中了 沒有什麼意外驚喜 沒有什麼意外驚嚇 也不錯 對嗎 至於自身方面 同樣都是中的 那自身當然是中的 你平穩 平穩 你的心自己放得寬一點 意外又不見到有 寬非 對 寬非也不覺得有 只不過要你怎樣 你不要看到四字更替 那麼雙春悲秋 各樣東西 退一步開闊天空 流有餘地 即是打開心飛 讓人接受 別人接受你 你接受別人 那就愉快了 沒有什麼特別差 至於身體健康方面 就是中的了 對 因為這個就是看你自己的 能夠中的 因為你放開心 心懷 都是這樣的 心一歡 你吃得睡得閒得走得 自然健康 如果你經常都拿緊 樣樣都看不開 其實實際上沒有什麼 是你自己看不開 你睡不著 起碼 怎樣都會影響 但就沒有什麼大病的提示 但如果本身真的問病 或者問手術的情況又如何 問病和手術 因為這支是一支很平實的籤 平實的籤 如果真的有手術要做的話 都很平安的 你就可以建議做了它 做完之後 又快點復原 所以不用擔心 果然是一支 車工跟你說一些 小小道理的籤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的車工零籤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